来吧,球王梅西的球迷集合了 怎么说呢?我只能说是常规操作 这个巴黎圣尔曼客场2比0战胜了尼斯 球王梅西主导了比赛 我之前我就一直秉持一个观点 阿根廷因为相信梅西 因为团结在梅西的身边 夺得了大力审美 巴黎圣尔曼因为他们不相信梅西 他们不以梅西为团结的这种核心 他们就在欧冠当中失利了 当然了,好在啊 昨天这场比赛还有给梅西送送球 当然了,梅西也是凭借着自己的一举之力 带领巴黎圣尔曼战胜了尼斯 这场比赛该有多凶险呢 就是前一天呢,这个朗斯已经赢了 这场比赛巴黎圣尔曼要输 那么辛辛苦苦大半个赛季 在罚甲当中积累的这个积分优势 就剩三分了 而且呢,你巴黎圣尔曼 马上就要和这个朗斯呢 还有一场这个直接对话 所以说不容有失 这场比赛要是不赢 我这么跟你讲 巴黎圣尔曼很有可能这个赛季 罚甲冠军就不保了 但是,就是在如此危难的时刻啊 这个可以说是这个 受命于败军之际 奉命于危难之间啊 我们的球王梅西啊 真的是以一种博大无私的胸怀 就不管你巴黎圣尔曼对我怎么样 也不管你们巴黎圣尔曼对我怎么样 对不对 你只要有人给我传一脚球 我就能把球打进 怎么样 昨天你看看梅西的那脚球踢的啊 我这么跟你讲 就是这个世界上能踢进这一脚球的人 仅此梅西一人 别人谁都不知道谁 这个球他是队友给他传的 又旋转又平又快 梅老板不停球调整 一脚把球打进 打得上脚 我跟你讲啊 就是在如此高速旋转的这种球的 就是来的这种情况下 很多一般的这种球形前锋 为什么说会有打飞机的存在啊 当然就是说高射炮啊 为什么会有这种高射炮的存在 就是因为脚感不好 他们的这个脚感和球王的这个脚感天差地利 梅西不停停 半转是直接射门 对吧 直接把球打进 很多人你要是接到这种球之后 直接就打高了 这个就是什么 球王的能力 球王的脚感 而且梅西这场进球 还有一个伟大的意义在哪 其实也不能说是伟大的意义吧 就是早晚能达成的事 就是正式超越了他们的那个那谁 梅西现在是独享五大联赛 俱乐部射手王 联赛射手王 就这点事 也不值一提 早晚的事 对不对 还是继续说球 这个前两天 那些球迷啊 他们的那个偶像 进了一个球之后 一阵一阵的解读 其实不用 这个东西 到底说有多难 你稍微踢点这个业余的球 或者说你多看看 你就知道谁的更难 对吧 梅西这个球 昨天呢 这个今天凌晨 提琴之后 我看了好几遍 完了之后呢 我就反复的想 我说这个球真的是很难 特别特别难 这个尤其是说 这个高速旋转的 这个球给你传过来之后 那么梅西呢 身处这个尼斯啊 几名重兵防守球员的 这个包围之中 这个时候就是说 你快一秒 踢不着 晚一秒就被断 劲儿小一点 门将收到 劲儿大一点 打了高速炮 只有梅西这种体 就是不快不慢 这个力量适中 把这个球打进 所以说呢 这个球打进之后啊 也的确是这个 解了巴黎赛尔曼的 燃眉之急 也是让所有人呢 放下一个沉重的 这个心理包袱 梅西进球之后 摄像机第一时间 找到的谁啊 加尔迪 这老小子 面部表情 稍微有点 这个轻松的这种感觉 真的是 卸下了一个大石头 因为这几掌球 巴黎赛尔曼的进攻 出了大问题了 母八配 别看在国家队 他是母八配 在俱乐部真不行 不是说引战啊 或者怎样 他状态真不好 你昨天这个比赛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还是跟前几场一样 状态不好浪费机会 对不对 关键时刻离门 离球门越近 脚越软 对吧 所以说 这个时候 他又打不开 梅老板再不站出来 梅西再不站出来 巴黎赛尔曼 又要这个 就怎么说 那不能说出球吧 对吧 那顶多就是说 这个一分呢 根本就是属于杯水车锡 不解渴 对吧 因朗斯已经撵上来 对吧 但是对于巴黎赛尔曼来讲 进一个球是远远不够的 如何快速的打进第二个球 或者说你如何打进第二个球 这也是一个挺难的课题 为什么 因为巴黎赛尔曼的这个后防线并不是特别好 昨天这个 咱们也能看到 就短时间之内 这个后防线不可能有什么太大的这种起色 但是呢 又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球王梅西 又站出来了 再一次主宰了比赛 通过一个角球 精准的找到了 拉莫斯 这个水爷呢 头锤破门 这个画面呢 以前呢 是不敢想象的 是吧 一个这个诺坎普的国王 这个一个伯纳乌的领袖 两个人竟然在巴黎赛尔曼打出连线 这个画面呢 也是美人画的 巴黎赛尔曼 就是靠着球王梅西 靠着水爷拉莫斯 这个球王和老男孩 带领他们呢 走出了战绩的泥潭 也希望他们的以后呢 能够越踢越好 但是这场比赛之后 我就想问一问 这个巴黎王子公园球场的这些 巴黎赛尔曼的真球迷 你们是真球迷 面对如此没息 你们还虚吗 我还想问一问 巴黎的媒体 表现这么好的球王 你们还要讽刺吗 如果说这个赛季 梅西真是离开了巴黎 离开了巴黎是什么 你们会后悔吗 真要梅西离开了你们这 当你们再打得不好的时候 谁来拯救你们呢 你们到时候会为你们的傲慢 与偏见买单的 好了 我是超哥 对于梅西今天凌晨的优异表现 我就说这么多 欢迎大家在超哥的这个评论区呢 理性交流发言 我是超哥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